漫談法規,尷尬的高路人 這旁輸了以後,我們猛然發現 高路人的尷尬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而在這時候,他們就沒有扶上槍 當時他們的表現甚至不如現在的烏克蘭,不如這點時機 他們也大革命過 但是也是從約定到約定 改了一場非常有限的一個操作 他們也揮煌過 被一個外來人拿破崙帶到高的Empire 這個違背了他們發展的本來應該遵循的路徑 像他們高路人更應該遵循像伊勢列這樣的路徑 就是在歐洲有一塊小小的可以收尾的土地 那麼把他們的精英再輸入到United States 發光發亮,並且和奔土進行欠下打橋 這種模式在當今世界有那麼幾家 未來非常有潛力的幾家正在採用這個模式 但是高路人並沒有採用這個模式 發光仍然是一個State 只不過高路人在這個State裡面 越來越差 表現得越來越差 數得越來越多 他們的高路人這個內容已經被掏空了 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發光發亮的表現 高光仍然是可以上一次 可能還是1998年世界被奪冠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羅拉爾多的表現非常詭異決賽 就好像2022年世界被開賽之前 伊布拉西莫維奇就預測 美西匯得過一樣 而我們也看到了一個非常詭異的決賽 所以就這種操作模式 是發光高路人的最後一次高光4K 他們也很像當今NBA的Celtics的模式 他們為他很有可能就是NBACeltics的模式 所謂的旅軍 凱爾特人但是裡面 除了曾經有過拉里波的 還不是高路人以外 其他全都是黑人運動員 在居當家的位置 凱爾特人就跟高路人這個表題一樣 這個主題一樣 已經淪為了一個吉祥物 一個摘來品 就像在成都各國京區買的那種 裝飾品紀念品一樣 實際上我們只是向那些所謂的旅遊紀念 才平一文不值 這個就是正式的凱爾特人的招牌 和高路人的招牌的尷尬之處 讓他們的後人高路人尽管在一個state裡面 也只能不起來尷尬老闆 他們的汽車品牌 沒得競爭力 因為不得United States的千下大橋的背書 搞不過其他品牌 以至於在各條在線上 各種從頂級 他們也沒有到過頂級的一團體 也不得科技 也不得中腳 就淪為了刺激 再刺激的利益團體 這是非常不行 非常尷尬的事情 所以在這種尷尬之下 他們的人也就習慣於搞一點婚外情 搞一點婚外戀 搞一些大情婦 不是電視劇大情婦 是招二八斤的大情婦 的這些操作 因為其他的領域搞不出花樣 而且這旁有個非常詭異的操作 就是他們打算驅逐、偷金和非法移民 這個操作本身是對的 但是他們與此同時 又要和Tyrant、Vlad、Pool兩個构加搭配 搞一些說不清楚的東西 這個非常詭異 但是也非常好理解 因為這個就好像黃正勳他們老家 如果你這個團體 失去了控制權 從頂級的團體 調成了次級的團體 要接受某一些人的理由 你必須捏到鼻子 心不甘情不願的 但是又為了生存 又逼他們的辦法 因為你已經不是頂級的一團體 你只捏到鼻子去拿這些別個 拿著你的弱點 要有你的這種利益 所以這旁 這真實的定位 是黃正勳他們老家想copy 這個團體的這個定位 所以就寫得特別詭異他的行為 雖然說高路人在法國 也享有state的地位 但是他們的經營是在United States的 這些債幣和數量表現的能力 是越來不如 像他是埃爾納亞人 或者猶太人 還有安格魯沙克勳人 還有甚至包括印度人和華人 甚至中東的一些人 比如說喬布斯、徐里亞的一些人 是不如這幾個族群的 他們大概跟斯拉夫人和納丁人 或者是西班牙人 或者是偷襟他們 有一種比較類似的狹層現象 他們的表現就是越來越差 那像法國高路人這種詭異的表現 已經剛才提到過都在下層的 這麼大幾類的族群 他們有個共同的貼點就是 他們的勢力遠遠要消於他們所在居的地盤 他們的勢力和大量的人口是不成比例的 他們能像歷史的那個樣子 完成civilization civilized 就已經很不錯了 但是他們現在在一個巨大地盤 就像烏克勒一樣 他應該底派更小 就像高路人一樣 他們應該底派更小 才配得上他們的表現 好,級別像這些發達的state 都是這副樣子 那還有一些神秘地區 他們的勢力和規模和被掏空的程度 比剛才說的法國和高路人被掏空的比例 要大得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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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如說神秘東方的預言體系 是一個完全被掏空的一種預言 有相當多的比例 應該是超過百分之五是 是來自於東印的這種預言 在翻譯其他從剛才說的法國 大革命時期的預言以後 西歐以及United States的國際預言 金融預言、國中預言翻譯過來 實際上 斯密東方的預言已經被掏空殆盡了 金融時波茹差異的這種預言 反而他可能連旅遊區紀念品的這種意義都還不如了 所以說 你看到一種現象就是 比如說像布林肯 他們標述一個東西的時候 或者是那些醫院 國中醫院 officer 標述自己內容的時候 翻譯過來 你可以把它翻譯成 翻譯成 神秘東方的 Official Language Pattern or Script 那這套 Official Language Pattern 和 Script 已經被 神秘東方有些有才能 總結出來 叫肥華文修 肥華文修 很容易走得到 那麼他也被 他們也總結出來了 就是各種script 這個是用來 我不能說麻醉 就是用來浮遊 或者是用來敷衍 像高路人等等 這批人 或者是一級等等這些下層的人群的一套東西 如果你現在這種script裡面 就說明你的 頂為 至少是高路人 往下 大概是這麼個局面